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这一下的投球机会 第二点依然还是国足控制打了一个倒钩 这一下消失后卫解围 这一角球单从平面线性来理解打的确实很潇洒 第二点这球要是打进了那就是比肩曼珠基奇 比肩C罗 一角倒钩 这是黄子昌 这个位置缅甸队直接送出了本场比赛本队的第一角射门 射门的是咱们的七号耶哥五 看正志 投球之后直接零空中 当然现在我们比较着重是打一些这个地面的短团的佩服 还能拔一些高度 看个投球的后层有机会了 打完又是倒钩 这一次的倒钩来自吴磊 实际上黄子昌联赛的时候也是 好多人一看就是光看远景的话以为是个外援呢 要了第二点打门 这不是无锡吗 无锡的一角射门 进去湖顶的位置有机会 正志 正志的职业生涯不止一次在这个位置 胸部停球之后打凌空 直接打出这种所谓落叶球 本前的机会 二点头球终于进了 七号无垒 都可能甚至有 先看看这一次的进攻 这一下这感觉它是头和脚 有点像一块屎的意思 感觉这姿势挺难拿的 这一下 向前做球 这是拼速度的机会 不给犯规 绝不给你犯规的机会 吴磊 这脚太快了 单起闯关 到了进去 推门前 黄紫诚 这个吴磊是想给小兄弟喂个饼 但是很明显这球到黄紫诚身前的时候好像有点反弹 你别说吴磊这场比赛踢得有点大哥的风范 他不再说自己烫到这儿贪攻我自己打 你看他边跑边观察 最后推着一脚 漂亮的分球 看这一下机会 抽点打板 打在立柱上 我估计恨不得安东尼带来的都要上卡 进球里面 看看 给进来打板 漂亮 这一次的配合最终虽然取得了进球 但是 这种情况下他敢走底线 是完全对对方的防守能力和速度对中秒释 没错 再来看这球 无来顶去 机会 怎么分是关键 这一下 我怎么感觉这决心态一出击咱们的队员 就有点太过礼尚往来 他也不一定能拿着球 但就是破坏你的一点进攻 缅甸队这一次别弄上来了 西湖王这球给的不错 还有又敲回来 正好弹到还是他的脚下 整个的进攻线现在都已经压了上来 都一个弧线 门前的机会 后点落了 这也幸亏这是缅甸队 连停带带过进来 来看看这一下 又是倒钩 一定每次都要玩这么潇洒的射门 这是韦士豪来倒钩 黄自昌 他一定脑海当中想的都是我这两个单刀球没进的事 这个球不约备 看看自己来了 哎呦不来 努力确实在打配合 还有看这球韦士豪出现射门 质量还是很高的 可能层次就不一样 所以给他灌输的足球的思维也不一样 陶边上来之后看这球 送门前 湖顶位置打空门 这叫发力 范晓东真猛啊 门将又出击了 造成了空门的局面 一个大脚解围出来 这样的话呢 斯里兰卡的主裁判佩雷拉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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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